人有千算,天则一算,这句极具警示的道家话语,万事万物都有其可观规律,事物的传承与存在,本身就是对其价值的肯定,也许人一生之中所发生的一切,很可能在自己的一颗算珠的一年之间。 有些人千算万算,机关算尽,就是不算一算自己的良心和道德,对人越宽厚,越能积聚自己的福报。 佛说《监溢经》中说,种善得福,种恶获殃,因果是世间最公平的法则。 人可以不信佛,却不可以不信因果,想要得到福报,就要种下善因,任你百般算计,都不如先有一颗善心。 一,百般算计,不如善心一颗。 《华言经》中说,因缘和和始,果报还自受,人生种种,都是因果,做人最忌讳的,就是太算计。 《佛经》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公案,说的是,有一位商人,一心想要赚进天下财富,他听说败火神,财富就会像热火般滚滚而来。 于是他日日上山,找最好的树,用最好的木头烧火败神,连续三年都是如此,可生意却每况愈下。 于是又有人告诉他,你每天在日月出来之前,准备祭品礼拜,生意就会好。 于是他杀鸡在阳准备祭祀,连续三年祈求,生意不仅毫无起色,还败光了家产,人也病倒了。 日日败求,却分毫的福报都没有得到,商人十分伤心。 他来到佛陀面前,大声哭诉着自己为了财富所付出的心血与努力。 佛陀微微一笑说,你所做的不是努力,而是算计,大量砍伐树木,杀害动物,造下如此重的孽障,又怎么可能得到福呢? 从现在起,只有孝顺父母,发心行善,远离恶念,才能身心安宁,离获得福。 商人听后恍然大悟,从此他是做生意,日日行善,很快的他的生意越做越大,成了当地的首富。 钱财俘虏不是求来的,也不是算来的,而是自己的善心息来的。 凡是太算计的人,其实都是很不幸的。 研究表明,百分之九十的算计者都患有心理疾病,而他们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是加倍的。 也就是说,爱算计的人,日子都不好过。 狗深深地爱上了狐狸,可他们却遇到了死神。 死神说,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,你们猜拳吧,输的就得死。 最后狐狸输了,狗抱着死去的狐狸说,说好一起出石头的,为什么我出了剪刀,你却出了步? 这就是现实,这就是人心,狐狸的自私,狗的傻,现实的世界,现实的人类,算计别人,最后却算计了自己。 当有些人傻乎乎的想书时,其实他已经赢了,所以一直善良下去,你就赢了。 做人虚厚道,善念赢幸福,要相信为人厚道,终有福报。 郑板桥在家书中告诫弟弟,试看时间会打算的,何曾打算到别人一点,真是算尽自家耳,可哀可叹,无地实质。 总想算计别人,占别人的便宜,到头来怎知不会把自己算进去。 常言道,天只一算,算得是德,天将俘获,看得不是你聪明愚笨,而是你的善良与德,因果轮回,谁也躲不过,算计招灾祸,心善得善果。 二,贪了人世的便宜,会吃天道的亏。 人生俘获,全在一念之间,印光法师告诉我们,基于世人仇作,唯以忠恕为怀,真诚待人,慈悲为怀,老天才会眷顾。 据史书记载,唐太宗想改立吴王李克为太子,遭到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,唐太宗只好作罢,但也因此,长孙无忌处处与李克作对。 唐高宗年间,长孙无忌担心李克生威太旺,影响到自己的权益,于是在防疫爱谋反后,趁机污害李克,李克临行前说道, 你长孙无忌如此陷害忠良,以权谋私,若是苍天有眼,你的灭族之祸也不远了。 后来唐高宗要立武昭义为后事,长孙无忌并不同意,等到武则天机位后, 有人诬告长孙无忌谋反,长孙无忌被逼自尽,而他的家族也被悉数流放, 可谓是应验了当初李克的灭族语言,长孙无忌陷害李克致死, 又遭他人用同样的手法陷害而亡,天道轮回,因果不虚,令人生畏。 佛家有云,天地无私一道横,积德行善路畅通,贪了人世的便宜, 必定会吃天道的亏,与其烧香拜佛,不如积德行善,与其迷信风水,不如先种善音。 据宋白泪钞记载,大德年间,湖北京南境内有九个人同行走山路, 正碰上下雨,多余避在路边一个旧的土洞里,忽然来了一只老虎, 守在洞口咆哮着,怒目而视,目光吓人。 这群人里有一个平时很愚蠢的人,八个人秘密商议, 这只老虎若是不捉一个人吃,就不肯离去,就何计让愚蠢人先出去, 他们在一起围杀他,本人不同意,于是个人脱掉一件衣服, 副作人的模样置出去,老虎欲加愤怒, 八个人一起用力将这个蠢人挤出洞外, 老虎马上口闲着他放在洞口,像先前一样怒视, 过了一回,土洞压他,八个人都死了,只有笨人活了下来。 这群人当遇到危难的时候,八个起了坏心, 算计着将蠢人挤出洞外,陷那个蠢人于危险之中, 以为安全了,这是人算,谁知老虎经历, 以此洞中抛出的人形衣服上当后, 再遇上挤出的鱼人,以为洞中人又如法炮制, 就没有吃蠢人,结果大雨将土洞进他, 八个人全部丧命,最后存活下来的反噬蠢人。 这是天算。 老花说,头顶三尺有神明,凡是默契坏心, 更莫干坏事,做了坏事,早晚报应, 其实天不用算,人自己算,怎么算就得到怎样的结果, 实则就是算来算去,算自己。 前因后果,前决定后,不多不少,不早不晚, 正好那个时候到来,不冤枉不放过,算来算去, 全回到自己身上。 人生比神佛更大的是因果,比风水更强的是善心。 既得无需人见,行善天子会之,任你百般算计, 不如先修一颗善心,修得改命,真实不虚。 三,顺应天道和规律。 人有千算,天则一算,人算不如天算,天的一算是什么呢? 是一个人的德,德能护佑一个人一生, 而善就是起开德的一把钥匙,天地无私, 为德是亲,一点得善,自招一点福应, 耐心行善,尽心不失,轻心等待,宽心受苦受辱, 持之以恒,相信上天是不会亏待你的。 人做的事情要是违背天道,都是很危险的, 天道的规律肯定高过你的小聪明。 我们应该修行尊道,切不可鼠目寸光, 只顾眼前利益,争好处争利益。 你有福报自然会给你,没有福报, 你争到了,也可能半之而来的是灾祸, 正如曾国藩说, 不与天地斗桥,就是不要违背天道去争, 要顺应天道,所以对天道, 对大自然都要有敬畏之心。 唐朝李淳风告诉唐太宗, 有一个信武的人来夺他天下, 而且人已经在宫中, 唐太宗说,那我就杀掉宫中所有信武的, 这样就断了祸根。 李淳风说,这个是你李家本来的结束, 但还算好,这个人还算仁慈, 以后会将天下还给你李家, 如果你杀了他, 就会感召更坏的人来了这个结束,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 见他这么说, 唐太宗就听从了, 现在人缺乏的就是李淳风的这种智慧, 许多人动辄靠强硬的手段, 打官司或者找关系, 以谋求更大的利益, 这些都很损福报的。 目前你能赢, 也许是因为你福报大, 但只要人的争斗心在, 不管是输了还是赢了, 成福都会跑到你身上来, 但是现在人很少有这种敬畏心, 很多人都是无所畏惧,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 你不知道, 凡是各种心机手段争取到的, 都是带着恶因, 所以修道人不要争好处, 争利益, 你有福报自然会给你, 没有福报, 你争到了都是灾祸。 黄廷坚说, 多少长安民立刻, 几观用尽不如君, 几观心机, 悬术, 千般算机, 不如一颗单纯的心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, 你也不妨订阅, 分享, 即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